第五組詢詢由林以夢、林讓軍、黃玉芬議員 時間18分鐘 請開始 請民政局長 市長 你好 局長你好 市長我想問一下我們台北市的公訓處 有開同志議題跟性別平等的府內課程 不知道市長有沒有去上過 公訓處的沒有 市長一次都沒有上過嗎 公訓處 市長我們最多就是那個市政會議 前一個小時 不過以前都講姓評 所以市長沒有上過性別的課程 有啊他們是在那個市政會議 我們每個月會請人家來演講 所以在市政會議前面有一個專題演講一個小時 每年有兩個小時 不過好像都是 他們還是講姓評議題 但是不是只有專門針對通知去講 建議市長可以去上一下 這樣子 因為我現在想要考市長一個基本問題 就是 請問LGBT是什麼 這四個字 這我知道 市長很厲害喔 有做功課 我是創商醫學部主任 我當然知道 感謝市長 建議就是 以後也可以多多的 不要食言在性別議題上面 那我想問一下 在LGBT這四個種類裡面 我是屬於哪一種 誰曉得 市長你要LGBT族群 是台北市族群裡面的其中一個 一部分的市民 如果市長沒有辦法辨別他們的話 會不太知道他們的需求 那我跟市長稍微講一下 其實LGBT最近的需求 一個非常大的需求 要跟市長講一下 就是5月24號這個日子 你應該知道是什麼日子吧 市縣滿兩週年 對 就是大法官的市縣已經說明 5月24號 不管立法院 他有沒有通過立法 我們的護政事務所 都應該可以讓同志 族群LGBT族群 來申請這個結婚 所以我想請問市長 下個月24號 就要同志可以結婚的話 護政事務所這邊 準備好了嗎 我想5月24號以前應該 那立法院還是會通過吧 我想這個應該 因為如果有這個時間的電單 他應該 我認為立法院還是會想辦法通過 如果到5月24號還是沒辦法的話 我們就淨於登記 所以就是5月24號的時候 還是可以登記 是嗎 我想是中央應該會去考慮到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他不能夠讓 這個我們淨於登記的話 他是違憲 其實民政局之前已經有受訪說準備好了 就是說不管 同志 因為其實同志的登記流程跟一般異性戀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應該都是可以登記的 在之前的新聞 這應該不是假新聞吧 對 我們就是 基本上我們是按照這個視線嘛 所以中央應該也會重視 所以他們也是有在這個中華的草案送禮回來 所以應該會朝這條路來走 所以我希望市長可以就是給同志族群 他站在台北比例是蠻大 尤其像我們答案局是蠻多的 所以希望市長可以給就是同志一個保證說 5月24號是可以馬上立刻可以登記結婚的 市長可以保證嗎 我們是應該按照這個視線要同意進行登記 但是因為我們的登記系統是全國一致性 也就是說如果中央沒有開放的話 我們地方要進行登記 系統是登入沒有辦法登入進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說 在台北市政府沒有問題 我們一定是可以進行登記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 是系統的問題 護政事務所這邊先準備好 我們沒有問題 如果其實都應該可以申請 對 但是就是系統的問題 所以是 這邊是不是可以承諾系統的部分 可以先準備好 讓5月24號的時候可以無縫接軌 系統是中央的 所以我們的護政系統是全國一致 所以他的主席我們不能夠隨便登入 所以問題是在技術性的問題 市政府這邊可以去協調嗎 我們已經跟中央 也在跟中央協調了 但基本上我認為 中央就應該要開放系統 因為如果你不開放系統 那麻煩市府這邊再去 可不可以要求 因為這是技術性問題 那一定要在5月24號 那另外一件事情想問一下 因為除了這個技術性問題 還有一個很實務性的實質問題 就是例如說我們大安護政事務所來說 一天平均要辦六到七件的結婚案件 一個案件要一小時 所以這是只有異性戀的結婚 所以5月24號在這個平均數 一定加上同志的族群會超過這個數量 所以可能會有人潮的問題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有沒有一些配套措施 SOP 所以市長可不可以承諾就是說 這一天無論同志多寡 他都可以在5月24號的時候登記成功 可以嗎 那有沒有SOP 例如說要加開窗口或者是 對 有嗎可以嗎 可以把SOP之後 寄到我的辦公室嗎 我們一定會想結婚的同志 那一天都可以結婚 拜託拜託 因為我們不希望 當天有出現同志被 因為時間或是什麼樣的問題 人潮過多問題 而有些同志 他沒有辦法在那天結婚 而被排聚在外 或是拒絕說 叫他下個禮拜再來等等 這樣情形 希望市府不要讓同志又再難過一次 可以嗎 可以加班 沒問題 好 謝謝 感謝市長的承諾 謝謝 那另外再提醒護政事務所 因為我們之前有同性伴侶的助記 如果同性伴侶的對象 跟結婚對象是不同的人的時候 是不是有系統上的問題 這個之後5月24號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答覆 有衝突的問題 對 對象不一樣 就是我有助記過 但是我結婚的時候 對象不一樣 但是那個東西病人 就是說你助記的時候 因為你有 如果你改變了 那就會撤銷 就會撤銷是不是 OK好 謝謝你 好 我們時間暫停一下 請交通局長 謝謝 你好 你好 其實剛剛市長有講到一些 他支持共享經濟的這樣子的一個理念 那我是很認同的 所以其實市長在紐約演講的時候 其實就談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Uber的問題 那有說到說明明知道他是對的 可是沒有人替他辯護 當前政府沒有勇氣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市長 這是不是代表說 這個月的26號 我們台北市呢 是對Uber是可以維持 他現在的營運方式 跟演報 Uber他 中央他最近在做這個修法 對 26號就是要施行了 對 那他有一些規定是說 授權由地方政府來決定 那基本上我們現在初步的想法 還是會維持原來交通部定的那個規定 所以 那我再確認一次 所以現在的市府的決定 是要跟中央同調 的意思嗎 目前府內還沒有討論 只是說我們知道 他這個修法的方向 那我要提醒 時間關係不好意思 因為我要提醒一下交通局 因為其實市長的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會讓我們認為 很多支持共享經濟的年輕人認為 市長是會有另外的一個做法 和決定 那如果 提醒一下交通局 如果26號之前 就是沒有提出任何被查的話 那就代表是依照中央的規定 那我也希望交通局 不要讓市長 害市長 變成一個沒有勇氣的人好嗎 謝謝 時間暫停 謝謝